大家好 我是Ashley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日本有什麼零食是很好吃的 那我印象中在台灣 好像零食的話多半是當地小吃 像是蚵仔麵線阿 蚵仔煎阿 或者是什麼蔥燒雞汁阿 這些羊肉片 那在日本的話呢 我覺得他們做的 我覺得他們做的比較好吃耶 因為 我覺得他們像他們厚切跟補的羊魚片 雖然說台灣也有 可是像這一款阿 新Potato我覺得 因為它真的很薄 因為薄到如果說它是成片狀況很快就會裂開 所以它主打是很薄 但是把它擠成一團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酸奶口味的 所以這剛好它又是酸奶口味的 就 我覺得完美 那這個我已經吃過了 那還要再吃看看吧 那這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另外呢還有這個 Jaga Choco 這個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賣 但是 常常我在超市都有看到這個 但我也覺得這個很好吃 就是羊魚片外面有巧克力 讚 那另外兩個是 我沒有吃過的 這個我也吃過 其實我本身 真的還蠻常吃羊魚片 因為我覺得 羊魚片其實跟甜點好像有點類似耶 就是你只要像我會 不好意思我已經泡好咖啡了 就是配著咖啡 然後再配一點甜點 或者配羊魚片 我覺得 下午就可以打發掉了 這個 這是玉米口味的 它做成 像是柱狀雕 我覺得這個也很好吃 但是我之前 我記得我在 北海道吧 我好像有買一種 因為是一盒 然後裡面就很多 小小顆玉米 它是真的 玉米 乾燥的 然後是甜的 我覺得那個也很好吃 所以我對於 玉米做的 什麼羊魚片 或者 甜點什麼 我覺得我就 很喜歡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我沒有吃過耶 我覺得這個 它很厚 它這個是 巴塔 奶油口味的 那 來吃吃看這個好了 而且它這個啊 它已經幫你切成 就是一口 所以吃起來 應該也是很方便 大家看一下裡面 這裡面 這個也是 很厚耶 而且它是長條的 那我試試看喔 所以它就跟一般羊魚片 可能再厚一點點 可是 它是脆的耶 嗯 有點硬 可是 我吃到台灣有賣那種厚的 可是好像比較 比較硬 嗯 嗯 不錯耶 我快想要再買 再買耶 這個 而且它這個做拉鍊 我覺得很好耶 就是吃不完 也不用擔心 那最後呢 我想要介紹一款便棒 要等下 它外觀也是 就是跟一般的 跟一般巧克力 一般巧克力 冰棒差不多 它外面 外面脆脆的 它裡面包了一個 薄荷 它中間呢 又有巧克力 我覺得這個很好喝 我覺得它做薄荷的 真的 也很 推薦喔 那如果下次有來日本的啊 或者是 加一些超市有那種 國外進口的零食 有看到的話 可以買來吃喔 推薦 那如果有什麼 好吃的零食啊 想要推薦的話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 我也會回覆大家喔 那先這樣囉 掰掰